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宅在家里成为日本俗称的net族 击不上学 不工作 不培训的青年 因为母亲意外过世 只能决定发奋图强 利用宅在家里那段时间 自学的编程技能成为一名编程员 各种面试被拒的打脸经历之后 一家小系统公司成为他的救命稻草 娃娃脸的职场新手很快发现自己 踩进了传说中的黑公司 从此在苦逼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恩个网友留言说 虽然故事挺好看 我只给他6.6分 因为被戳得好痛 根据吐槽铁改编的工作好苦逼大盘点 小伙伴们被戳中多少回 电影里直接被戳成筛子的程序员 你们还好吗